在我们中国古传的相学里面 对于牙相非常重要的 因为牙是代表人的智慧之外 所以叫智慧齿 也是代表人的仁义的人 这个仁是代表木的 所以牙是跟我们的木有关 所以一个人的肝脏如果是健康 他的牙会漂亮 但如果肝不好 就牙不漂亮 好像我们自小长大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有很多雀斑 也是很多事情想不开心 通常都是代表肝不好 肝是代表木的 所以很自然 我们的牙齿就不够漂亮 牙齿漂亮的人通常来说 是比较开心一些 比较开心 美不美啊 是不是真的你的牙 真的我的牙 美不美啊 如果你的牙是真的 你直接可以牙齿广告 找你拍摄 对啊 你的牙齿超漂亮 很漂亮 真的 超漂亮 超漂亮 所以我也很开心人 是的 那牙齿就… 林记我传了很多牙齿秘诀 第一个秘诀最重要 就是要数一下你有多少颗牙 那主要问自己怎样数牙呢 就不是用手指来数 而是用舌尾来数 原来中国股存就是这样了 用舌尾去自己转 即是逐个牙来数 当你一路转的时候 你们两个在这儿试验下 我在这儿讲 你会发现到你舌尾一路转转转转 在这儿数牙齿的时候 数完的时间 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多口水了 这个就是一个运动 去增加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遵液 当我们的遵液多了 这个遵液的尊有名词叫育礼 这个育礼的意思是天之遵液 是使到你的人身体健康 还有你的肠胃特别好 所以一个人如果每天为自己数牙 当然每天都是那个数目 但是你每天数一次 你是会令到你的身体得到养生的作用 好了 结论都已来了 如果是超过三十只牙的人 一般是被人养的 被人养的意思也就是说 是裁员讲进富达天机 所以通常来说是会特别好运一点 如果你是under三十只牙 通常来说是比较要捱和要做 所以牙齿原来是越多越好 所以皇帝牙是有三十五只牙的 这个是估值的 那一般人是多少只的呢 皇帝也就是代表好 当然末代皇帝肯定不是三十五 但是日代的皇帝也在说有三十五只牙 通常三十到三十二是正常 那如果你真的有三十五只牙 你就不得了了 那牙齿呢 我几年前开始找阿琳做拍档 我第一件事跟他说的就是说你牙牙生得漂亮 但是同时我又教他 我说你一定要令你的老公牙牙才漂亮 如果不是你就造成很容易 就是夫妻呢 就是当咬见和离婚了 为什么 牙齿指什么呢 门牙 门牙一定要漂亮 门牙一定要好 所以门牙好就不会离婚 就算你其他的牙怎样不漂亮也好 门牙一定是第一排第一 所以作为家长呢 可以为子女做的事 就是在他们一过了十一岁的时候 就要开始搞他们牙了 帮人砍牙 砍牙了 或者有些爆牙要搞了 或者多一只牙要搞了 那段时间一定要搞牙 不可以搞其他事情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牙齿 所以那牙齿搞好之后 他一生就走运了 好了 有几个陷阱和秘诀的 林姬你记不记得 哪几种牙是最不好的呢 是我们的犬齿 犬齿就是刚刚在我们侧身的两只牙 如果是爆牙的话 那就会容易遇到家暴了 家暴就是被老公打 或者被老婆打 如果男士有两只这样的苦牙 我们都不喜欢 觉得人狡猾 好像狐狸一样 那两只牙 其实在那个上个名词 叫双虎砍金树 你想想两个斧头 是 砍住那棵树 你明白吗 你说好不好 当然不好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就不喜欢 旁边那两只苦牙 所以苦牙 我们要在11岁到14岁的时间 就要帮它摆平了 是 如果不是就不行了 好了 嘴唇了 林姬你看一下我们 就是朱小姐的嘴唇 她的嘴唇有一个特色 大家有没有发现得到 就是她的下唇比上唇厚 的确是轻轻地厚的 的确是 上唇是代表情 下唇是代表欲 也就是说 你都很重视那个男朋友 对你 除了感情之外 这个情欲世界 所以你那里 下面的嘴唇就厚一点 一般来说 当然我们这样的薄 就是代表 薄就是代表情不够了 因为我们经常念经修行 没有什么情 所以通常会白的 所以你看和尚 或者看居士 通常她的嘴唇都是薄薄的 原因他们是 就是度于情欲 就是过了一个情欲 那好像朱维敏那样 上唇又下唇 又要情又要欲 最重要是爱情 你明白吗 所以你也不要收藏 戀爱大过天 你也是要戀戀大过天 但是有些人 他就上唇很厚 下唇很薄 就他不要欲 就是说 譬如结婚也好 他们很快夫妻要分床睡了 然后跟着他们 跟老公或者太太的关系 好像兄妹 或者好像姐姐和弟弟 他们本身没有性 所以看这个嘴唇的下边就知道 所以逢亲嘴唇 是好像你那样 上下都均匀 你又要情又要欲 但是如果下面的嘴唇 直接没有了 那就代表是无欲的了 无欲的夫妻 通常都是分床睡 所以一看她嘴唇 你和你老公是分床睡的 你又没有去家 为什么知道 原来中国的古文化 可以看到这么精疲 我记得以前发育期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会建议小朋友 尽快是枯牙的 是 因为我有少少的哨牙 不是很严重的 我又听以前的老人家说 千金难买假哨牙 那其实是否都是好事来的呢 千金难买假哨牙的意思就是说 假哨牙的人是一个好媳妇 通常来说过年都会跪下 向奶奶侦查 你有没有这些 我都会的 那你真是假哨牙 所以通常是找那些女生 都要假哨牙 就是代表孝顺父母 也是孝顺老爷奶奶 所以老爷奶奶在古代 最终要保持她的三样东西 第一 一看 看看 假哨牙 孝顺自己 接着转身看 看看有没有屁股 有屁股的说话 很生样 第三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 越够矮的女生 在古代越喜欢 原因是什么 高的女生 是没有矮的女生 那么生得 生孩子 所以通常 你这些高的女生 都可以的 找你去和翻 这个 和翻 就是什么 嫁给外国人 是呀 所以你留意 逢真居高的女生 那些外国人特别喜欢 第二样东西 是喜欢外国文化多些 如果矮的 就喜欢在本地的 本土的 还有一样东西 有个屁股 那就生孩子了 好了 如果没有屁股 那些人很尿幼 那些人很尿幼 通常那些叫做 儿子名 或者叫妾氏名 通常我们都不喜欢 女生的脚 是太尿幼的 通常是喜欢 我们所谓叫做 蘿蔔腿 就是粗粗 越粗脚的女人 通常越多生羊 上学和美学 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是啊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两个见到自己的脚很欣赏 你看我的脚很尿幼 是 其实你两个脚都是看到 你们和子女的缘分 是比较碰弱一点 是 第二样东西 就看嘴唇上面 我教你们了 嘴唇上面见灵觉的 通常晚年是有子女扶托 好像我们没有 原因是我们太强小了 我们强过子女 你明白吗 但是如果有灵觉的话 其实代表子女比你更好 比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晚年的时间 她是照顾你 她给你钱 化妆可不可以 师傅 画出来可不可以 画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说 等于整牙 分補一下 你的门牙不漂亮 你補回 那你就不会离婚 你明白吗 不过都一定有艾萨 但是好过是离婚 所以门牙的确 小朋友是要快点搞好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刚才不是说的 那个是邵牙 如果那些人都及牙 又怎样 都及牙代表人自私自利 而且是会穿迷筒 是不好的面相 凡身都及牙的人 一到中晚年的时间 一定要问人借钱 所以如果你见那些旧同学 你说多好 我还逢 二十几年没见 一见到都及牙 然后你好叫他走 否则通常都会说 我最近不太行 你可不可以借住 十万元给我周转 接着一定是这句 所以道及下的人的晚年 通常都要向人伸手 所以道及的意思 就是她的手繞出来 要向人拿钱 刚才师傅没有说 那些奶奶选婚 就会看牙 看屁股 那其实从一个女人的面相 会不会有一些黑肤的密码 那些奶奶也要注意一下 黑肤 通常来说 都是刚才我们说过那几样东西 以前我教过你几次 最黑肤的那些是什么 美人生酥 是 美人生酥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女孩 美人生酥 有啊 那些汗毛很严重 有些很严重 但有些就吃一点 那她就拿了她 拿个微鉗 你没有 我没有 如果有 你要奉育那个女性 因为女性生酥 是代表她的五十岁 到六十岁的十年里面 她的老公会夭折 甚至如果不是老公 就是她认识哪个男孩 那个男孩都要死 如果不是 就黑死你 那所以在我们中国的面相学上面来说 可以说最不喜欢女性的是什么呢 就是女性在嘴上生酥 那所以这一种的面相 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脱了自己这个酥影 那这个是女性生酥呢 是一个最不好的面相